朋友们大家好 在我们村半年前 从北方山东来了一位老夫妻 他们在我们村花三万块钱 买了一栋小小的平房 但是在他经过装修之后 却不敢居住 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那么大家肯定也好奇 既然我们这边养老买了的房子 装修之后为什么却不敢居住呢 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看看现场的环境 那么大家也留意一下 或许今后你们如果想来乡村买房子养老的话 那么也注意了避免走入这种无休止的坑洞当中 明的就是既花了心思花了本钱 反而房子又不能居住 一起去看看吧 其实这栋房子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几次 有兴趣的朋友或许应该知道 那么这次很多朋友却不知道 那么房子就是我熟子的房子这一栋 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其实这栋房子也非常的漂亮 很适合养老啊 既买了房子还送你地住啊 可以种菜 种花 种种稻果都可以啊 真的是可以说 或许如果年轻人的话 你带上别人的老婆来这边啊 居住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这边是非常安全的啊 开个小小的玩笑啊 一起走吧 还是老规矩 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栋房子吧 整体结构以及它的住位环境 以及它为什么不能居住啊 那么大家请把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完哦 首先这栋房子的话啊 它一起大概房间不大 整个房子面积的话 大概加起来应该有70平方左右啊 一起是三进房 一进主卧 一进客厅 一进厨房 厨房后面的话还配了一个单独的洗澡间啊 但是它这边的最大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既然有房子有卧室有厨房 那么还有配了单独的这个厕所 那么带大家煮进去看一下吧 看看房屋的结构吧啊 这里跟大家郑重的说一下啊 可以看得到吗 明前这三块长了这个草的都是留给这家人自己种的啊 但是因为它不在这居住的话 这三块菜的也就荒在这里了 带大家看看 可以看得到吗 当时主人煮的还是比较匆忙的 这个菜什么都来不及收拾 而且你看都装修的还配了空调饮水机 这些都非常完善了啊 这个厨房的话 这边是厨房 大家看一下 这个工具什么的都收拾挺好的吧啊 一个我们当地的烧材照 后面这个房间就是洗澡间呢 也是所谓的杂物节呢 那么大家刚刚也看到了这位大爷房子都还是花了点不少钱啊 但是却不敢居住 真的原因啊 在这里 那么大家也评个礼啊 也长个记性 可以看到吗 这个大爷来买的话 我跟大家说过 他买了他这边 这三斤房啊 这边 这个空间的地方 那他却没有买下来 为什么没有买下来呢 因为这边属于另外一个房子的 这边是属于另外一个房子的 这边是他谈不拢 所以导致他买房子的话 他是买了这三斤房 这边的话是我们当地的任意物会农户家里的啊 可以看到 从这个瓦也可以看到 换了瓦的就是他的 不换瓦的就是我们当地村民的啊 具体原因的话 就是他等他把这个房子装修之后呢 我们这边的农户可以看到吗 在这个空空的房间放了什么东西 那么大家注意 我带大家走前面看一下啊 有很多人很忌讳这个东西 但是有很多人却不在意 觉得这个是生乖发财的啊 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啊 是什么了吧 非常小小的一个木土活子啊 这个是在很多年老人之后都会用到的啊 啊 一边有 啊 几副这个木头盒是吧 很多人很在意 很多人却不在意啊 那么当你发现你住的房子之后 这边的话就是卧室 卧室的话啊 床头他就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感觉会怎么 啊 有这种木盒子的话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大家说说看啊 碰到这种情况 啊 是不是感觉很 恶老呢 很老心呢 那个 呃 这边的话属于人家的 人家想放什么东西就放什么东西吧 在农村的话 对不对 你无穷干涉了 你在你自家房子可以也放其他东西了 最后在这里给大家停个险了啊 以后你们在不管在什么地方买房子 如果是这种活起来的房子 一定要买完 如果你是单独的买这么一边的话 到后面有很多不好必要的麻烦 那么大家说 像这些老夫妻买了这栋房子之后 碰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 到底去找谁去说理去 那么大家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把这件事情允满的给他结束了呢 嗯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拜拜